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,资源总量,含量丰富,但是随着我国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下,所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,目前我国的资源已经处于枯竭的阶段,特别是猛矿的消耗就特别的快,因为现代的每一种工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猛矿这一种资源,但是就在我国的猛矿资源接近枯竭的时候,上天似乎不忍心,让中国的工业停步不前。 于是根据最新的消息称,在我国的贵州地区,发现了七千多万吨的猛矿石,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在这个时候无疑是雪中送炭,据说这七千多万吨猛矿石,按现在的市值可是价值一万个亿啊,中国真是厉害了,一下子就发现了各亚洲最大的猛矿石,更是一下子就打破了世界猛矿石资源的分布格局。 根据消息称这次发现的猛矿石不仅总量是巨大,而且从纯度上看,也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。 由于我国的工业发展所需的猛矿石很大,一部分,都是需要从外国进口,对外国的依赖非常的严重。 由于猛矿石发展工业所必须的资源,这无疑是把我们国家的工业命运交到了别国的手里。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,如果我国有那么大的一个猛矿石资源,那么就意味着我国工业发展所需的猛完全可以自己自足, 而不用看别的国家的脸色,可以减少对外国原料的过度依赖,避免出现像中心事件那样的窘境。 对于这一次的发现不仅仅让中国国内感到震惊,对于国际方面而言,更是感到巨大的震惊。 世界的各个国家,纷纷求中国进行合作开发,想必对于这一个要求我国肯定是拒绝的。 毕竟我国自己就有足够的能力独立开发,而且我们也要吸取以往的经验,不然这个猛矿石资源,就会变成下一个稀土资源。